二十大之前,習近平對江西省這個曾慶豪的老家 已經將其軍區司令、武警政委全部換人。 軍區司令方面,江西政府網站3號發表文章 4月2日上午,江西省軍區政委鮑澤敏 與省軍區司令張公一行到南昌列士令元素墓。 鮑澤敏是元北京維督區政委,現年55歲,2018年12月晉升少將。 2011年7月23日,江西日報報導,鮑澤敏調任江西省軍區政委 張公曾任北海南隊航空兵參謀長、東海南隊副參謀長等職務。 2019年6月,晉升海關少將軍銜。 根據露面這條消息顯示,張公現在已經上任江西省軍區司令員。 徐雲飛是元武警政公部組織局局長,2021年在解放官報向習近平表忠心。 中共十九大後,徐雲飛接替陳航,上任武警江西省總隊政委。 此前有6媒分析認為,由武警總部空降擔任省級武警總隊主管,這種人事安排並不多見。 此外,3月28日,軍區駐部隊發言人吳濤發布消息。 例如陰任駐港部隊政委,香港被指長期是曾慶紅的地盤,長期在曾慶紅的掌握之中。 至今依然有一些港媒不斷反習恐剛,顯露出明顯的江澤民曾慶紅派系色彩。 輿論認為,習近平對軍隊的兩大人士任命,分別劍指曾慶紅的老家, 同期經營多年的上海,不是偶然,而是十大權力鬥爭之下的人事角力。